你知道吗 大部分故事都跟某个冲突有关 跟贪污环境的冲突 跟巨人的冲突 跟深渊未知的冲突 注意到了吗 那些冲突都是故事主题里最重要的点 贪污 巨人 深渊 所以我之前讲过一个编剧观念 要从主题里找冲突 有冲突就有故事 有巨老行话是这样说的 冲突为戏剧之目 巨人就是这样建立故事的 而火影人者低话也是如此 我这集就要讲 欢迎忍者如何用冲突为种子 发芽出第一话的故事 欢迎忍者里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忍者 但忍者既不是危险的环境 也不是吃人的怪物 忍者是身份本身并没有冲突点 要怎么做 最快能想到了 一定是忍者之间的冲突 作者就选了这条路 所以有了水墨的存在 但如果只是如此 很容易显得单调 我们要找个卖点 如果找卖点 像死神这样一开始的故事主軸 也是死神间的冲突对立 但做出变化 主角并不是静靈亭里的正规死神 而是普通人获得死神力量 去面对一群正规高手 那欢迎要如何在忍者旗冲突里找变化 作者可以琢磨水墨这角色 也可以想一个很特殊的冲突原因等等 那名人其实跟医护一样 有现成的特殊之处了 名人也不是正规忍者 他有着尾兽力量在体内 这也是一个可以制造冲突的点 讲到这我们已经可以很直觉的衔接起来了吧 忍者间的冲突 用尾兽力量解决 前提不管要从伟兽力量开始思考 还是从忍者间的冲突出发 最后都还是会接回 忍者间的冲突用伟兽力量解决 因为以忍者为主题 那伟兽力量这卖点 最好还是用在忍者间的冲突比较适合 那下一步可以思考的点就是 这伟兽力量在忍者间的冲突里 要如何派上用场 这种外挂的力量存在 就是为了戏剧张力 所以应该要在能把张力 发挥到最强的状态下才用上 否则最后会被逼得一战斗就得用 而这种外挂的力量 通常不是拿来杀人 就是拿来救人 那忍者的名人 在第一话就杀人 显然不肯选这一条 那就是救人了 接着我就要提到 我在这个频道第一支影片 就讲过一个法则了 用外挂力量救人 会因为救的目标不同 影响张力的强弱 在不考虑写的好写的坏的情况下 通常救自己和救陌生人 张力会相对较弱 救亲近的人 甚至救对立的人 张力会更强 当然最重要还是看你写的好不好 那火影在才第一化的状态下 其实选择救谁都可以 所以我们就直接个别分析 哪个可能更适合 第一个救自己 名人的外挂力量就曾经破坏过村子 拿着力量只是来救自己 可以想见效果大概会差强人意 第二个救陌生人 第一化都聚焦在村子里 就已经在村子里了 特地去选陌生人来救也是蛮特别的 又不是像鬼面那样是在外地执行任务 第三个救亲近的人 第四个救对立的人 这两点可以放在一起思考 因为不管亲近还是对立关系 一段关系都需要时间铺扯 但第一化通常有一堆事需要做 而且重点应该放在介绍主角 还要铺扯某一段关系的话 恐怕会很长处 因为就只有一化的篇幅 但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基础设定 也就是故事背景 那个即将开的挂是九尾 九尾曾经破坏过村子 你懂得关系就连上了 直接让一个曾被九尾迫害过的人 又被九尾的力量救就好了 被九尾迫害过 就会有个对立关系是现成的了 不用担心篇幅不够铺承了 那被迫害过 关系会对立就最直观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更多戏剧效果 我刚刚说了张力放到最大 那就想反过来 变亲近关系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称被九尾迫害过 但却又是跟迷人关系清净的角色了 那这样的角色是谁 要怎么决定 我说过有野心想要称霸商业市场创作者 一定会用心思考剧本效率值的认识 我没有认真讲过何会剧本效率值 但是这集有稍微讲解过 我先讲不管效率的话会怎样 不管效率的话那个又清净又被破坏过的角色 是谁其实都可以 没有太多限制 只要你好发挥就好 因为这张角色原本就是因应故事设计而设计出来的 而不是因为这角色 故事才这样写 所以以下就简称为 任务角色 他的任务就是满足故事需要 而任务角色都叫做任务角色了 你有没有想过 让他一次登场就处理掉很多任务 效率会有多高 因为你要想想任务角色在确定他是故事里的谁之后 大多会需要为了这个新确定的身份 重新调整故事 让任务角色合理的出现在故事里 然后你调整故事就只为了他要完成一个任务 让主角开挂 这把有心的篇幅用得太奢侈了 这就是不管效率 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呢 想一下第一话需要处理的任务有哪些 找到一个身份可以处理掉最多任务 那个身份就给任务角色 是不是有效率多了 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反感 艺术谈什么效率 效率其实是编剧技巧一环 做的好也是一种艺术 如果现在有一堆是一个角色可以处理完的 你让一堆角色去处理干嘛 那只代表你故事没有思考清楚 发现了一个坑就舔一个萝卜 所以你用一个角色处理掉很多任务 如此一来 那一个角色就能独占很多篇幅 你也可以好好描写他了不是吗 讲回来目前状况是 思考这个任务角色还能处理什么任务 那就把目前进度先摆一边 思考火影的第一话 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我们已经拉出故事主轴雏形了 有外挂力量主角 要跟忍者发生冲突 因为外挂力量就一个成招 偽受迫害的亲近人物 这时我们就可以拿出葵花宝典了 去对照舞步骤法则 从里头找需要处理的任务 世界观主角想干嘛 主角背景 冲突巨大变化 冲突已经处理好了先删掉 主角背景很明确就不多说 主角想干嘛比较好说我先说 名人虽然有个巨大目标摆在那了 他想成为火影 但毕竟离名人还太远 所以故事推动力会不够 我之前讲过何会故事推动力 可以去了解一下 除了远大目标之外 最好当下就有要做的事 这时就要第二次用到那个技巧了 相反过来 名人是具有外挂力量的角色 那就把他平常设定的很弱 或者反过来思考 你要一个角色一开始很弱 那可以考虑给他外挂力量 因为千人增加戏剧张力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那就让名人很弱吧 很弱的名人想成为火影 他的近期目标会是什么 如果作者已经有忍者学校世界观设定 是不是就衔接上了 当然是因为很弱避不了业 毕业就是他的近期目标 就算不是忍者学校大概也会是在某个忍者机构里证明自己的实力 总之是作者选择了学校 那就处理完了 接着可以回到第一点了 世界观 通常来说我们如何判断世界观里的哪些需要先介绍 大致有三点可以参考 第一个 最有卖点的部分 第二个 不介绍就不能讲故事的世界观 第三个 跟主角最息息相关的部分 前两点应该很好理解 我就先不多说 最常出问题的在第三点 很多创作者很知道要过好前两点 却常没做好第三点 像深渊里 介绍镇上日场部分 先从孤儿院跟探觉课程开始 跟立可最相关 那火影的忍者春丽 跟名人最息息相关的部分呢 刚是不是就已经讲到了 名人要毕业 最相关的就是学校 那除了学校 忍者春跟名人最相关的 大概只剩依乐拉面跟名人家了 这时就要再扯到效率值了 目前确定要处理的是 第一个 很弱的名人想毕业 第二个 跟忍者起很大的冲突来开挂 第三个 用外挂就被九尾迫害过的人 你可以想象 要处理很弱的人想毕业 还要起很大的冲突 大到注意开挂 这两点都会需要一点篇幅 如果还要去写忍者村里很多跟名人有关的地方 那也都要占据篇幅 你都要讲 就都讲得少 不如只用一个点 就把所有要处理的事都解决 依乐拉面 名人家 忍者学校 哪一个不讲不行 当然是学校 那就把要起冲突的忍者 被九尾救的人 全都塞进学校里不就好了 那学校里除了学生就是老师 主角开挂对着学生开 好看度会到多少 当然要对着老师开嘛 另外就是名人毕不了业 一定跟老师脱不了关系 是老师还评分数的 第一话篇幅就有限了 你何必设定个老师来 真的只是评个分 然后再去依乐拉面 或名人家 另外找敌人或被救的人 这样一来就很直观的对吧 被开挂的也是老师 被救的也是老师 完全不必开一堆故事线去占篇幅了 争取作用篇幅来 还好描写名人的弱 名人的目标 这些描写的越多 他的挂就能被铺成的越好 那为了就业老师 对逼老师开挂 应该不能再更直观了吧 所以不管是被救还是被开挂 其中一个老师确定 要处理名人毕业的部分 我就跳过更多推导过程了 然后作者第三次 用上相反过来的技巧了 阻挡名人毕业老师被救 给名人毕业的老师被开挂 就变这样 剩下的就是自圆其说 为什么被九尾破坏过的人会跟名人亲近 亲近了又挡名人毕业是为什么 去设定出一个能完善符合以上需求的任务角色 而且还有 名人的家里跟拉面店 作者也没忘记 都靠着这个亲近的任务角色 帮忙处理完了 那另一个被开挂用的任务角色 限制就比较少了 尽量能帮忙讲忍者村 或讲其他跟忍者相关元素的事就好 所以判人演戏投机密卷轴都相关元素 也能达到给名人毕业却被开挂 最后就是巨大变化收尾了 名人成功毕业 在故事结构上的变化算是毕业 但在观众心里有更大的变化 是知道名人的潜力 两种变化一次达成 是更优秀的巨大变化 活影忍者第一话 把五步骤都达成了 把很多相关编剧观念 故事设计 都在适合情况下 尽量用到满 我会说活影第一话 算是最完整优秀的第一话之一 而且很适合新手学习 值得研究一下 这集就到这里 如果有想看什么主题 可以留言给我 但尽量不要只提一个作品名称 因为一个作品 有太多切入角度可以说了 可能可以说说 你想知道这作品的哪个部分 我会比较快能排进清单里 如果只是提名称也可以 只是我会需要花时间思考 要讲什么部分 就会比较慢 感谢观看